民众开山路不慎撞到野生动物的事件时有所闻 而18号就有一位花莲在地的YouTuber王先生 开车途经光风公路的时候看见了一只山枪 从路旁一米多高的路坡衰落卡在山沟之内 于是立刻下车伸手救援 看见山枪的活动力还强 就将它就地也放 避免造成交通意外的发生 中秋廉价从纵谷穿越海岸山脉的光风公路 车流量也明显多了些 不过在一个过弯后 看见身穿米黄色上衣的男子临停车 从山沟里捞起了一只小山枪 从山沟里被一把抱起的小山枪似乎有些惊恐 但令人好奇的是 大家好好的开在光风公路上 这名男子怎么会抓起山枪来 原来这位花莲在地的YouTuber王先生 跟他的partner开车行经此处 就看见这一只山枪从路旁一米多高的边波 衰落在水沟内逃不出去 于是赶紧临停下车救援 他可能是因为我刚经过看到他趴在这边 然后就下来想说应该是掉下了 喜爱钓鱼的王先生 经常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介绍 分享花莲东岸最佳基调点 而这一次才刚从光复准备前往封冰的途中 却亲眼目睹小山枪不胜摔落山沟的意外 才赶紧下车救援 看见山枪活动力还不错 于是就在大家的见证下就地也放 让山枪平安地回归山林 记者综合报道